大学毕业后 小钱并没有选择对口的专业就业 八年前 他一路南下来到了深圳 跟着父亲做工程 小钱的这个决定 最高兴的当属他的母亲商女士 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 可八年下来 商女士的心情却有情转因 儿子在家里几乎不交流 提起的话 说不了两句话 马上就甩脸 儿子之前也算是乖巧听话 现在对父母这个态度 着实让夫妻俩吃不消 咽下 父子之间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孝顺他一次可能他就不敢了 当时儿子的面目猙獰 那时候已经妈爸爸的造化了 他就是不要人说了 父子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冲突不断 随着调解进程的展开 父子矛盾却引发了老师们频频发笑 是不是 父子矛盾甚至触发了夫妻矛盾 调解现场 商女士也是泪水连连 痛苦不已 我每次想着这些我都很自责 可是现在已经迷不住了 过去这个家庭发生了怎样的过往 他对如今的局面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儿子小钱的这句话 我30岁之前把别人一生吃过的福都吃过 会将这场调解引向何方 最终一家三口在我们调解团队的帮助下 能否重拾圆满幸福的生活 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金牌调解 视同水火的父子 主要是调解我们家庭的问题 儿子在家里几乎不交流 脾气的话 说不了两句话 是指和你们父母的关系 跟我老公的关系比较多一点吧 他的脾气是什么样子的 你知道吗 所以一句话说两句话 马上丢了甩脸 马上声音高八度 批评的是家常电饭的 他小时候是这样 一直是他妈妈带的 也就是说我总的来说你爱吧 经常就这样唐呼他 是不是 所以我说的任何一件事 孩子不接受 小孩任何我说的是错的 针对儿子小钱目前出现的问题 夫妻俩一开场就相互指责了起来 桑女士认为 儿子的叛逆是钱先生脾气暴躁 过度批评造成的 而钱先生则认为 错在妻子的溺爱 那么究竟问题出在谁身上 最有发言权的小钱发生了 我觉得我爸爸的影响是最大的吧 小钱说 大学毕业前 他和母亲在湖北老家生活 父亲只有每年的春节 才回家相聚 父子关系并没有什么大问题 一切的改变 从他南下到深圳开始 小钱怎么也没料到 父亲对他的嫌弃扑面而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